克莱恩本来想问,在那些不走运的事情连续到来前,艾伦或者他的家人,有没有将什么较为不同寻常的物品拿回家,比如有点肮脏的布偶。 但话到嘴边,他忽然觉得这太直接了,很容易暴露自己对神秘领域相当了解的事实,虽然这能解释为大侦探见多识广,但没必要冒这个风险。 于是,他改用更迂回的方式,问艾伦医生的家人是否也遭遇着不幸。 听到他的问题,艾伦,克瑞斯仔细回想了吓道。 没有,除了跟着我遭遇争气列车事故,他们和之前一样,大部分时候谈不上幸运还是不幸,剩下的则两者兼有,不算特别倒霉。 这就不对了,如果是厄运布偶那种需要封印的物品,肯定会影响一定范围内的人。 难道是艾伦把鲜血滴在了上面,于是双方建立起了稳固的联系。 克莱恩的灵事里,艾伦的气场和情绪颜色,与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分别吻合,没有特别的地方。 他斟酌着问道,你供职的那家医院里,有和你差不多倒霉的人吗? 没有,所以我觉得我肯定是被谁诅咒了。 艾伦拉扯了夏领节,显得颇为焦躁和不安。 在塔利姆好奇旁观的目光里,克莱恩想了想道。 在那些不走运前,你是否有遭遇过什么较为奇怪的事情,比如,割伤了自己。 在民俗传说里,鲜血是诅咒能够成立的强力媒介。 我怀疑是诅咒后,确认过这一点,最近三个月,我都没有流过血。 艾伦按着刀叉,神情沉重地回答道,这就有点奇怪了,又不能当着他们的面做较为复杂的占卜。 克莱恩再次问道,那么别的有点奇怪的事情呢? 艾伦,你认真再回想一下,这种事情不可能没有原因,你最近是否有得罪谁? 或者成为了别人的障碍? 塔利姆附和着关切了一句。 艾伦低下目光,望着餐盘内的食物,陷入了长久的沉思。 克莱恩也没有闲着,在食物变冷变得不好吃前,解决了他们。 等到他开始享用餐后甜点,艾伦终于抬起脑袋道。 我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,我和我的同事们关系并不融洽,可是,很难相信他们会因此想办法诅咒我。 嗯?经过你们的提醒,我倒是想起了一件事情,它可能和神秘学有关。 什么事情?克莱恩和塔利姆同时精神一阵。 在连续不走运之前,我负责着一个病人,那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,他非常可怜,因为一些问题,需要截掉左腿。 艾伦推了下金边眼镜,回忆着说道,我刚成为父亲没有多久,对孩子遭遇的不幸总是充满同情,每次查病房的时候,都会和他聊几句,鼓励他,安慰他。 顿了顿,艾伦说得愈发顺畅。 我记得那是他手术之前一天,我专门又去病房找他,他确实相当不安,在玩塔罗牌,这是他入院的时候就带着的物品,甚至不允许他的家人拿走。 我为了让他放松下来,就陪他玩起了塔罗占卜。 当时,我翻出了一张牌,是逆位的命运之轮。 那个孩子就看着我,笑得很纯净很无邪地说道, 医生,你的运气会变差A。 医生,你的运气会变差A。 塔利姆吸了口气道,我怎么觉得这样的场景这样的话语,让我身体有点发冷。 那个孩子后来死在了手术台上。 艾伦摇头道,那台手术很成功,没过多久,他就顺利出院了,还特别感谢了我。 所以,我一直没怀疑过这件事情,可现在回想之后,我发现这是最近两个月来,我唯一依次接触涉及神秘学的物品,不管怎么样,不管有用还是没用,塔罗牌终究是用来占卜的。 克莱恩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枚黄铜色泽的硬币,他正在指尖跳跃和翻滚,似乎象征着知名大侦探的分析过程。 那枚硬币弹起又落下,掉在了掌心,克莱恩用眼角余光瞄了一眼,结束思考道。 那个孩子叫什么?住在哪里? 艾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。 他叫威尔·昂塞厅,至于住在哪里,我就不记得了。 侦探先生,你的建议是? 你有认识的神秘学领域的专家吗? 克莱恩喝了口红茶,在艾伦和塔利姆期待的目光里笑道。 我的建议是,去你信仰的那位神灵的教堂,向主教描述你最近遭遇的不幸,然后询问他是否有解决的办法。 艾伦,我记得你是,鹅,黑夜女神的信徒吧。 他差点顺嘴喊出女神,幸好及时想起自己现在的身份是信仰争气与机械之神的侦探。 可是,我之前向女神祈祷,参加弥撒,以及捐赠钱财和物品,都没有作用啊,我认为还是得找一些有点本事的占卜者。 艾伦并不认同莫里亚地侦探的建议。 塔利姆在旁边附和着点头道。 是啊,神灵并不会在意你走运还是不走运,走运是庇佑,不走运是考验。 这位朋友,你的信仰很不虔诚啊,小心风暴之主给你一闪电。 克莱恩分别望了两人一眼,笑笑道。 这个建议基于很简单的逻辑。 如果,我是说如果,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有用的,能产生效果的神秘学,那么,最擅长这方面事情的肯定是七大正统教会,否则他们早就被其他掌握了神秘学的势力替代了。 要是没有所谓的真正的神秘学,那找占卜者,找巫医,也不会得到任何帮助,还不如看地位较高的主教那里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 艾伦仔细分析了一下,终于点头道。 很有道理。 或许需要主教帮我转达,女神才会庇佑我。 不,准确的描述是,有了主教的转达,职业者们才能注意到你身上的异常。 克莱恩在心里反驳了一句,他根本没想着自己帮助艾伦,因为要解决对方在运气方面的问题,除了找到一切的根源,肯定也得布置一定的仪式。 先不提克莱恩懂不懂真正的转运仪式,就算懂,他也会因为仪式,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暴露自身拥有超凡之力的事实,凭空增加不少风险。 既然能让职业者出面,那我就没必要自己去弄啊。 就是不知道问题来自那个男孩,还是他手中的塔罗牌,如果是后者,那说不定是相当适合我的封印物,可惜啊。 克莱恩悄然摇头,将一下涌现的贪婪等情绪压制于心底。 这时,艾伦已有了决定,看着克莱恩,扯了下嘴角道。 感谢你,莫里亚蒂先生,虽然你并不懂神秘学,但却依靠严密的逻辑给出了最好的建议。 是,我不懂神秘学。 克莱恩微笑道,直接称呼我夏洛克就行了,艾伦。 嗯,自从不再是职业者,我神秘学知识的构成就越来越奇怪了,一边是掌握了不少关系高序列关系神灵的秘密,一边则只懂较为初级的仪式魔法。 相对较复杂的那些,仅知道献祭和赐语仪式,符咒更是长期停留在三种。 克莱恩在心里叹了口气,觉得自己迫切需要一本较为全面较为深入的神秘学书籍。 至于能够从非凡特性里分离出邪神精神污染的知识,目前连线索都没有。 在俱乐部午休了一阵后,克莱恩乘坐公共马车,抵达了乔伍德区靠近塔索克和位置的莱斯马戏团。 今天并非节日,也非假日,马戏团内的客人并不多,负责招待和逗乐的小丑们都显得有些无精打采。 从占卜小屋和卖馅饼、薄饼、水果派和酒精饮料的帐篷间穿过后,克莱恩沿着马戏场地的边缘, 找到了一个小剧场,门口的黑板上写着,非节假日时期,每天四场表演,每场一个小时。 下午第一场在两点,刚开始没多久。 买了票,克莱恩进入剧场,听见了喝彩的声音。 此时,一位训兽师正在舞台上,手提鞭子,命令一头黑熊做憨态可居的表演, 旁边趴着一头斑纹黄黑交错的老虎,坐着一只毛发很深很卷的肺肺。 趴!随着训兽师的挥边,那头黑熊笨拙地翻了个跟头。 我说,这家伙刚才想给你一巴掌,一排排席位的最前方,突然有人高声喊道,顿时引来场地内不多观众的大笑。 他们以为这是马戏团斗乐的新方法。 但克莱恩却并不这么想,因为他发现训兽师的情绪颜色偏向了生气和恼怒。 他笑了笑,走至第一排座下,欣赏起舞台上的表演,免得愧对门票。 就在这个时候,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又喊道。 那头老虎想咬断你的脖子,那只卷发沸沸想把你抓到屁股底下当垫子。 观众们哈哈哈哈的笑声里,训兽师的动作明显僵硬了一下。 这,虽然那些话很像在捣乱,可为什么我听出来了提醒的意思? 克莱恩侧头望向同在一排的说话者,发现那是位脸蛋圆呼呼的三十来岁男子。 这种语气,这种方式,有点熟悉啊。 克莱恩无声嘀咕道。